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我们到了一批官翻机 这个机器叫gaming3是国内没有上市过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那大家一起认知一下 型号叫做ideapadgaming3 配置非常奇怪 这个i5的10300H 没问题 1T的机械硬盘 10504G的显卡 15.6英寸的屏 但我不知道屏的具体的参数 8G的内存 作为一个游戏本 1T的机械硬盘是不可能用的 我们会默认的给他加装一个500G的固态硬盘 官翻机厂家是保一年 而且是送保是必须发给我们 我们发给厂家 加装的硬盘是这种凯霞的RC10 500G 这个是国行5年的保修 简单的呈现之前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yzzzdn这6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第二块台式机 第二块台式机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盒子就是联想的盒子 但是印刷的颜色不一样 是蓝色 侧面是产品的各种信息 这边贴了一个翻新良品 也有原封的封口 怎么会这么奇怪 是个蓝颜色的 而且有这种折弯 拿着手里刚刚看到哪里 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刻痕 底部的进封口 从这一批货开始 这个官方机是不是那种激光雕食的了 这样子会有利于有一些人把这个给撕掉 然后直接当新机器卖了 我们再把它贴回去 这是进封口 螺丝 脚垫 这是长的脚垫 背后什么都没有 机身的右侧 这是USBA一个出封口 机器的左侧 这是电源 网卡 HDMI USB-A Type-C 耳加麦口 看能不能单手开合 可以 这是平开合的角度 拿着手里 这个机器非常明显的塑料感 平的两侧的窄边框 顶部不到一指 底部不到两指 键盘就是今年的正常的拯救者的布局 手感也还可以 我刚才试过了 触摸板的手感正常 给我的直观的感觉 比国内的版本是明显low的 135瓦的电源适配器 现长大约是2米3 机身2150克 电源适配器580克 插电开机 奇怪 是一个蓝色的背光 我先关机 然后加装硬盘 塑料的地壳非常容易拆 这个是导热的 两条热管 两个风扇 两个出风口 很怪异的布局 电池是44瓦时 这是主硬盘的位置 是一个机械硬盘 CPU和显卡是串在一起的 这是内存的插槽的位置 元机自带的看颜色 应该是记忆科技的 是873200 未来可以升级成16G的双通道 稍微注意 这是两个M2口 但短的只能242了 230 这是无线网卡的位置 这个口就可以加装一个2280的固态硬盘了 两边是扬声器 很怪异的一个机器 很快就好了 系统也已经迁移过来了 这是默认的壁纸 背光的颜色是淡蓝色 500G的固态已经分成两个区 机械硬盘我们没动 CPU是8核16线程 内存是8G的2933单通道 PL12是60瓦和90瓦 BIOS是27WW 内存的SPD信息是机械科技的是美光的颗粒 LG的屏是250尼特 45色域 60赫兹 屏的观感非常一般 是英特尔9560的无线网卡 1650的显卡是GD6显存的新的1650 内存的带宽是21.4G每秒 延迟的很好53.8纳秒 常规的跑分过一遍 刚刚开始跑分现在67瓦 4.18G 81度 跑分成绩看略差于国内版本的Y7000 鲁达斯的总分是293,000分 减去易购分 应该是25万分左右 CPU83,000分 显卡116,000分 其他跑分我就不跑了 刚刚开始以后是79瓦 4.0G 94度 现在开始降频到66瓦 环境温度是20.9度 单烤了8分钟 现在是3.77G 55瓦 91度 开始双烤 GPU频率是1.7G左右 50瓦 双烤时在人的位置是50.7分贝 机器上是62.5分贝 插线板上是124瓦 双烤时GPU频率还是在1.7G左右 65度 50瓦 CPU的频率会掉的蛮多的 87度 35瓦 3.16G 因为是塑料的C面 左右两侧的弯通温度是25.5和23.6不高 我停下了CPUGPU单烤的话是58度 1.7G左右 50瓦 跑一下绝地求生 全屏显示1920×1080 下面全是超高的画质 帧数在飞机上不能做数 在100多帧 跳伞的过程中是89帧 CPU占用50%左右 87度 3.9G 显卡已经 显卡98% 99刚才 显卡的温度75度 1.68G 落地的一瞬间40几帧 房间里帧数在60帧出头一点 内存占用了90% 最好还是加到16G的 引力跑步的帧数在60帧左右 CPU占用44% 91度 4.01G 这是最高的画质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前面有降落伞 我再试一下最低的画质 现在是90几帧 93帧 100帧出头一点 差不多就这样了 不用跑了吧 OK了 最低的画质是110帧左右 我就不跑了 我居然还打死了一个人 什么情况 又打死一个人 我上了队友的车了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扔地上 我这没走了 被他们发现我脱光了 绝地求生的有代表意义的 其他游戏我就不跑了 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 只是有声音而已 上头的效果是我最近碰到的最好的 看下屏幕亮度 273 247 224 235 217 22 219 232 226 226 226 22 22 22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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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是4590还包含了我们家装的500G的固态硬盘 价格便宜有缺点就是一年保修 不是联保必须发回厂家 因为厂家给服务是付钱的 还有就是不免费送office 他自带office建议大家自己买key或者说装wps 有缺点自己考虑一下 觉得滑不来就不要考虑 觉得滑的来的话我们网间就有 还有一个国外版本的游戏本 我也没见过后天开吧 今天开箱演示的这一台 我们会再送一个8G的内存三星的 这样的就是500G的固态硬盘 加上1T的机械硬盘 再加上16G的双通道内存 我本来纠结要不要回血的 因为这个机器天生就要拆开去加硬盘了 这里机器的各种品牌各种渠道里面都有存在 不同的是我们把它给摊开来说了 今天先这样明天我休息一天 以后的每周六都会休息的 请不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